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暗夜雄光》 影片一开场 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 我们的女主人公春花正拿着猎枪追杀入侵者 这位不速之客非常的狡猾 春花悬目了半天也没要着 春花的闺女小甜甜此时已经被吓尿 坐着升降机就打算撒自聊 春花找到闺女之后 猛听得背后恶风不散的甩手就是枪 她那位刚刚赶到的前夫一声惨叫 差点就叫了饭票 警察来到春花家的时候 入侵者已经把小甜甜给掳走 警察不容分说就把春花带回了派出所 那么这一切到底什么情况呢 这事还在从不久之前说起 说有这么一天 刚刚离婚的春花带着闺女小甜甜 搬回到了乡下的娘家 娘家已经没人了 春花的妈咪是上吊子杀的 她爹底怎么死的不知道 春花家前面有一大片的玉米地 长势良好看样子是要大放手了 哎呀她爹妈早就死了 咱也不知道这是谁给中 自打这娘俩搬进来 一些解释不清的怪事就开始出现了 到了后半夜 正在睡觉的春花被一阵刮墙的 是另一个惊醒 春花家独门独户也没有邻居 这奇怪的声音到底从哪来的 带着疑问和好奇心 春花开始在家里寻找 在柜子的下面 一个活物突然一晃不见 把春花吓得是花转串 转过天 春花的前夫来看望自己的闺女小甜甜 两人也没什么可谈 尬聊了一会之后 前夫拍拍屁股走了 到了晚上 春花带着闺女在玉米地里 玩一种叫手电筒的游戏 这游戏也没什么科技含量 就是在玉米地里疯跑 刚开始的娘俩玩得还挺嗨 可没过多久出事 春花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去找小甜甜 当她刚跑到家门口 发现闺女正站在房间上 第二天一早 街道报案的警长东梅来到了春花家 东梅简单的问了问情况 啥没查出来 到了晚上 天空中电闪雷鸣 热闹都不行了 鉴于目前家里发生的状况 春花在网上查了啥资料 研究神秘学的专业人士 王大白出现在了屏幕上 王大白说 目前有一种原始的种族 像人类一样无形的生活在我们中间 这玩意儿既不是蜥蜴人 跟外星人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个物种在几千年前 被人类给驱逐了 但它们一直没有停止进化 它们以人类为食物 正在酝酿反攻地球 报一箭之仇 如果谁家见到我这种生活 抓紧时间跟我联系 春花正在研究的时候 玉米地里突然出现了状况 爆脾气的春花 一不做二不休 拿着把掺刀就出了门了 对方虽然人多失重 但一看春花要玩病 当时就怂了 春花站在玉米地里 无意中引有头 发现有人已经闯入了他家 而且正在走向 站在窗口的小甜甜 春花急忙跑回家 发现小甜甜啥事也没有 春花意识到这么下去 可不是办法 于是又把警长东梅给叫了 东梅来到玉米地 可查来查去仍是一无所获 由于春花的脾气比较暴躁 偶尔还会出现歇斯底里的情况 因此他前部对于他所描述的事情 一点都不相信 认为春花的精神上可能有问题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小甜甜满脸是血的走进了屋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春花在闺女的屋里抓了监控 可这监控也没帮上什么嘛 到了后晚夜 小甜甜突然就失踪了 春花报警之后 警长东梅开着车 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 在春花家附近 东梅遭遇了满脸是血的小甜甜 东梅把小甜甜送回家 可这小丫头是一问三不知啊 现在我们来聊聊 开头春花寻找那位入侵者 这玩意正是神秘学专家 王德白所说的屋主 不仅瞅到令人发指 而且还是个头脑量 春花被拘留之后 虽然一五一十的 说出了自己和闺女的遭遇 但东梅一个字不行 东梅凭经验判断的 认为春花肯定是 把小甜甜给杀了 于是准备连夜 把春花转到一个 毫无人性的正规见语 但是球车走到半路出事 司机为了躲避一头牛 把车开进了河里 人仰车翻啊 除了春花 其他几位全都去了闺女关 大难不死的春花 连夜跑回了家 然后抓紧时间洗了个澡 洗完白白 春花取出 藏在地板下面的枪震弹药 准备和兔脑量决一死战 可等了一晚上 这兔脑量也没出现 第二天一早 春花按照地址 找到了神秘学家王大白 听完春花的讲述 王大白说 这是一种被认为 已经灭绝的类人王 这玩意儿不吃汗 他们通常以儿童为目标 吸取孩子们身上纯净的能量 春花说 那咱怎么才能把兔脑量给干掉 王大白说 那我得跟着你去你家看 兔脑量之所以能在你家经常出没 肯定是在你家挖得有按道 这个王大白嘴上说的挺好 可这孙子趁春花不注意 突然把春花关在了屋里 王大白说 我这辈子没干扁 一直在寻找兔脑量 我怎么可能让你杀了他 自要是抓到了兔脑量 我就可以向全世界展示 到那个时候 油条豆浆胡辣汤 我想怎么吃怎么吃 王大白来到春花家 很快便跟兔脑量撞上 由于对兔脑量的实力估计不足 加上有点轻敌 王大白很快就被兔脑量给杀了 警长东梅带着同事来到案发现 哎呀 这大半夜的到底谁那么多事报到警 要说王大白在警察局的名气可不消 其中一位警官当场就认出了 警官说这孙子是个阴谋问的 整天不学好就是一混蛋 可没少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随后东梅和同事来到了王大白家 还在屋里关着的春花一看机会来了 急忙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东梅通过监控录像 发现春花曾来过王大白家 春花回到家 准备给兔脑量来个鱼子网坡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前夫拿着个手电筒来调查真相 这哥们在地下室的升降机里 不幸遭遇了兔脑量 兔脑量一个老汉摔摔 就把前夫给纵动圈了 春花等了半天 发现前夫没了动静 于是端着枪来到地下室 兔脑量一看 上去给春花来一顿牧房 幸好春花早有准备 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可当他刚踏上来 就被东梅用枪秒断了 眼瞅着春花又被火弱 兔脑量出现在了东梅的身后 二话不说 就把东梅的能量给吸送了 紧接着是春花和兔脑量的一场恶战 春花集中生智 上去就给兔脑量过了店 兔脑量没想到 这娘们这么不好惹 急忙钻进了地下室 春花顺着地下通道 一路追踪到了兔脑量的老巢 发现这里面存着不少的食物 这些食物都是一些年龄不大的孩子 这个时候春花发现 自己的前夫正躺在地上苟延参场 此时这二位化干戈为雨国 开始一起寻找他们的闺女小甜甜 两人往前走了没多久 便发现兔脑量正在吸取小甜甜的能量 为了救自己的闺女 前夫主动把兔脑量给引开了 春花趁机把小甜甜给救抖 本想着会大团圆的结局 可前夫一不留神就被兔脑量给杀了 紧接着是春花和兔脑量的巅峰对决 影片的最后 春花点燃的汽油 连房子带兔脑量一把火都烧了 不过从玉米地里的情况来看 这兔脑量还是有同伙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押金的 郊外别墅很神秘 总有歇碎下洗衣 几个演员一套房 即省事来又便宜